今天你又得饶了 川哥用茄子做一道非常下饭的好吃一道菜 首先我们准备嫩茄子四根 然后去掉茄子根 把茄子切成长段 再准备三根辣椒 辣椒去掉辣椒糊 然后再切点色热粒 这道菜就得撒上料 别的撒也没有 跟你说做好了绝对下饭 跟你牛肉也都不太混 不粘锅下入食用油 油烧热放入茄子 还有辣椒 煎至的时候把炉火一定要稍微调小一点 然后把茄子一面煎成虎皮转了 再把它翻过来煎另一面 在两面全部煎至虎皮转 然后倒出备用 锅中再次放入少许食用油 下入肉沫 把肉沫炒香炒熟 然后下入葱花蒜沫姜片 把料头炒香之后 加入黄豆酱 然后再加入蚝油 生抽 把酱炒香炒出酱香味 再加入一勺清水 然后下入茄子 杰椒 加入鸡精白糖 胡椒粉增加符合味 盐就可以忽略不放了 因为放的酱油 蚝油和黄豆酱 咸味已经就够了 所以说就不用再加盐了 然后小火炖煮两分钟入味 再用丝链粉打芡汁 这道菜车和使用的烹饭方法是 大汁大芡 这样芡汁能满满的包裹在茄子和辣椒上面 不仅味道浓郁 而且颜色也更加的亮丽 最后淋入少许葱油增加葱香味 即可起锅装盘 最后撒到小绿中花点缀一下 增加菜品的美观 这边看到这里一道辣椒焖茄子就直至完成了 非常的家常非常的下饭 香味料 加菜品 放入烤链子 下饭 盐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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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